你见过透明的可乐罐吗 今天我就挑战用这个空的可乐罐 做一个透明的可乐罐软糖 就像这个图片一样 据说啊 先用沙子给可乐罐打磨干净 就是打磨到一点颜色都没有就可以了 戴个手套开始打磨 其实呢 打磨这个超级简单 就是有一点小泪啊 在我经历了一个小时的打磨以后 还是没有打磨出来 才磨成了这个样子 然后我又努力的磨了半个多小时 终于终于 给它磨成了这个样子 应该也差不多了 为了能看到更好的效果 所以我只磨了一半 接下来呢 就调制一份神奇的泡泡水 倒入泡泡粉末 然后把可乐罐放进去 泡上20分钟 就能变成透明的可乐罐啊 哇塞 居然冒出了这么多泡泡 现在20分钟也到了 我给它冲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它居然真的变成透明的了 妈爷 这也太神奇了吧 但是啊 它跟保鲜膜一样很薄 拿在手上的都有点不可思议了 但是感觉它好脆弱呀 碰一下就碎了的感觉 原来这个小实验是真的 果不其然 它最终还是被我给弄烂了 啊啊啊啊啊假若